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前妻因为伤病未遇 无法首发出场外 其比赛均首发并且进攻效率排在所有主攻的第二位 略感遗憾的是 由于手腕伤情并未痊愈 所以异传到位率方面较低 但狭步言语 朱婷仅靠着一个赛季便在一甲站稳了脚跟 如此惊艳的发挥肯定会打动斯坎迪奇女排 而朱婷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在各家俱乐部都在观望朱婷伤病恢复情况时 只有斯坎迪奇伸出了手并用高价牵下了朱婷 朱婷也没有让斯坎迪奇的巨额花费打水漂 两者可以说共同获利来形容 下赛季再度牵手也在情理之中 姚迪的离开并不意外 本赛季他本就是临时救火加入队伍 下赛季姚迪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母队天津女排 再加上天津队下赛季依然引进了瓦尔加斯 志在夺冠和冲击试剧杯 那么放姚迪出来打球的概率就非常的低 况且姚迪在一甲并不算一名特别出彩的二船 在万元人数限制的情况下 姚迪难获续约机会 在没有和姚迪续约和马里诺夫半路解约后 斯坎迪奇女排把目标瞄准了前塞尔维亚名将二船奥杰年诺维奇 且已经达成合作意向 奥杰年诺维奇的传球经验和传球技术不必多说 他的加入将更好地激活朱婷的进攻 本赛季朱婷的后三进攻被频频浪费 希望下赛季能够释放朱婷的全部火力 除了奥杰年诺维奇外 主攻线上他们也引进了来自比利时 现在佛罗伦萨效力的赫尔波茨 赫尔波茨被球迷誉为小钢炮 他进攻火力凶莽 代表比利时参加国际比赛时 经常拿下30分的高分 且还要负责一传和防守 可谓是铁人 赫尔波茨的加入可以解放朱婷的进攻压力 让球队的攻击点更加分散 此外 斯坎迪奇还和皮特里尼进行了续约 自由人位置上 已经瞄准了诺瓦拉著名自由人 费尔西诺和蒙扎的萨罗奇亚勒 复攻线 华盛顿基本确定续约 同时俱乐部还会引入效力于 科内利亚诺的斯宽尔奇尼 下赛季安特罗波瓦也不会占用万元名额 球队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斯坎迪奇23比24赛季部分球员名单 主攻线 朱婷 赫博茨 佛罗伦萨 皮特里尼 维拉尼 基耶里 复攻 华盛顿 斯夸西尼 科内 二传 奥杰 诺维奇 伊萨 奇巴西 接应 安特罗波瓦自由人 费尔西罗 诺瓦拉 萨罗奇亚勒 米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